带钻手的神装三星砍影 竟然打不过一张三星一费卡 一分钟阿北带你学会 S11超魔一费 莲花索迪 这种组成这样的 主C阿里主坦亚索 搭配千绝锤石 恶飞刘斯辛德拉色体 组成七莲花 再搭配弱手 组成两绝斗两叶忧 有灵魂莲花转值的时候 可以下掉千绝 上乌迪儿等强力五费卡 转值给到五费卡就行 灵魂莲花前期可以练亚索和锤石 全体加护盾和双抗 漏到爆炸 中后期缺伤害的时候 可以练阿里和亚索 七莲花的阿里 会给全队提供90点的法强 相当于全队多一个帽子 大后期的时候 如果对手的AOE比较高 而我们缺少续航的话 可以练接色体和阿里 阿北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羁绊 羁绊里的每一个人 都有特殊属性 这条线就相当于 选定这两个人的特殊属性 给灵魂莲花棋子提供加成 三羁绊是只有线莲的两个人 获得加成 五和七是全部连画一字 都获得加成 装备方面 主帝阿里推荐青龙刀 纳什智亚双启动 保证阿里的高频施法 再加一件法爆或者帽子 来提供面板来打爆发 另外还有一种理解 是阿里出装 羊刀科技枪大天使 越打越猛 打持续伤害 主坦亚索推荐双板甲加龙牙 亚索的被动护盾和双抗有关 所以板甲加龙牙 是最佳的装备 双板甲护盾居高 打不死 龙牙给三星亚索百分比的灰血 如果海克斯是贪天探坦的话 也可以选择银血探坦加探坦 贪天探坦是非常猛的 富西辛德拉带剩余的法系装备 推荐蓝buff 科技枪 法爆 如果阿里没有三星的话 可以把阿里的装备 给到两星辛德拉 让辛德拉来当主席 随时带旧鼠离子日盐等功能装备 缺少减治疗和解魔炕的话 也可以做电刀红buff给厄肥留思 战位上是这样的 带板甲的亚索单顶吸收伤害 而且把板甲吃满 让他的盾收益最大化 这样亚索就会露得一批的同时 伤害海涛 只要亚索不倒 我们的其他单位就能一直持续输出 赢了就是满路对手 阿里和辛德拉可以去对位对手的前排C位 集中火力快速点杀掉 推荐强化符文有这些 其余方面因为是赌低费阵容 像妮扣这类的提供次级英雄复制器的 以及凯特林这种提供免费刷新次数的器 都十分适合我们玩这套 试用条件阿北自己玩 一般会在开局阿里和亚索数量多的时候 直接硬玩这套阵容 装备差一点没关系 这套阵容其实什么装备都能消耗 重点是数量要多 快速三星打节奏 那么这么强势的阵容 该怎么运营才能稳定烂分呢 开局符合试用条件 那么打开一途流 先想法要硬玩一把 二阶段不拉冷口 用三灵魂联滑搭配决斗国度 能走连胜是最佳的 打完石头能以后 大低一波整体质量 数量多就一波冲出亚索或者阿里的三星 最佳是亚索和阿里双三 四肢是亚索三星 这两种都可以直接存钱上门 如果只有阿里三星的话 阿北建议大家在无人口 停留继续满地 把亚索递到三星以后再上门口 亚索非常重要 如果数量实在太少的话 就递到二十左右 存钱转连胜 然后卡三十到五十的利息满地 注意阿北跟大家说一下 这套阵容的运营手法 这是一套节奏压制的阵 不要想着让九五大城去跟他拼上线 你要让他成型不了 所以三杠一这波地要舍得花钱 得递到能转出连胜的质量 再拼手 然后三阶段转出连胜 靠亚索单顶的超莫强度 对面基本过不来 只要赢他就是满路十点选以上 最晚要在四杠一之前 抵出亚索三星 然后存钱尽快上门口 继续打给走亚索 不要给对手喘息的机会 让运营阵容难受的不行 你就有机会吃鸡了 六轮口优先上五灵魂莲花 保证整体强 七轮口有新德拉就优先上 六灵魂也没有关系了 不要纠结羁绊 八轮口优先上色体 开七灵魂莲花 没有的话选择拼一个 塞拉斯奥恩乌迪尔的强势单卡 尽快开出七灵魂 完成最终阵的机会 这节奏压制打得好 前期也够糊 是分时很稳 三星亚索强度超模的同时 还有不俗的伤害 再搭配阿迪的高单点爆发 前中期统治力很足 是大家赛季出必玩的 强制一费神 学会了吗 想学更多上分证 不要忘记关注阿迪